好 各位同学 欢迎回来 不知道各位同学读完了这篇文章吗 没发现这篇文章的句子都变长了吗 好像出现了什么DOT呀 WETHER啊 WAT 引导了一些小句子 跟以前的前25课间不同 以前的25课都是 主语集物动词加冰语 或者主语加不集物动词这样的黑点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慢慢开始 跟着飞飞老师一起引入 从句的概念了 从句是初二下学期 以及初三上学期的难点 甚至是你高中三年的难点 所以你不要期望着听音节课 就把它融会贯通了 咱们一点一点加难 一点一点加难 最终掌握三大从句 名词性从句 主从 宾从和表从 定义从句和壮与从句 听着很夸张 其实没有多难 咱们今天一点点来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文章的第一句 就上了从句了 I'm an art student 我是一个艺术的学生 学艺术的呗 I'm a paint out of pictures 我画很多的画 用paint油漆这个词 估计基本就是画油画 那么many people pretend that they understand modern art 很多人还记得什么叫pretend吗 假装 假装去做某事 to do or doing来了 pretend to do something 假装什么呢 他们能理解现代艺术 我也能理解他这个句子 不过这红笔出的这个词 我很纠结 那个 很多人假装 那个他们 为什么要加个那个呢 那加个this 这个行不行啊 加个多行吗 所以同学们 这时候你看到的that 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了 我们管它叫做 廉词 什么叫廉词 就好比廉词廉词 就像你的关键一样 连接一个句子的词 我们才叫廉词 当你看到这种that这个词 后面告诉你 它加一个完整句 那这个句子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从句 从什么的句子呀 那听我娓娓道来 还记得这个简单句吧 I know a boy 谁是中语啊 动词怎么办 我吧 no no叫什么语啊 畏语吧 a boy 编语 我认语 我认识一个男孩 诸为宾 诸一家旧动词 加笔语 吉祥三宝行 这就是一个简单句了 诶 那同学们 你能告诉我 一般这个笔语 都是什么词做的吗 动词名词 形容词 而副词 都是名词吧 但是我现在 我不想用一个名词 一个简单的名词 做no的笔语 我想一个用一个句子 来做这个笔语 行不行啊 我想表达这个 我知道 不是说知道一男孩 我知道什么呢 这笔语 他是一个学生 中文可以吧 中文什么都不需要表 直接说 我知道 他是一个学生 但是英文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我加这么一个陈述句 我看 我也试试啊 叫做 i know 然后我也 他是一个学生 he is a student 然后我就这么写 那于是写完这句话啊 看那个中文 如果咱们 这个中国人觉得 特好理解 但英国人说 你大错特错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这是一个句子 你这是几个动词吧 no一个动词吧 he is一个动词 两动词连语 一扇不容二虎 那怎么办 其实外国人这么认为的 你看啊 说他是一个学生 这一大拖啊 其实就是原来的 aboy 都做no的笔语 说你是主人 你们是老大 你们主要 我们就是一根班 你别看我司徒啊 我就跟他是一个位 我们是做笔语 我是你的 从属的小句子 你是主人 所以我怎么办 来个信号词 告诉你 我是跟班 如果是个陈述句 我们就在他前面 加个dart 这个dart 他什么意思都没有 你写着就让人知道 哦 接着是同句 这就是不重要 从这看着整个一坨 其实就是no的一个闭语 能明白这意思吗 那同学们 dart就是站位词 没有任何的意思 就是个连词 告诉你的是 dart后面加一个完整句 一个陈述语 就可以了 i know that he is a student 我知道 知道什么事了 一事啊 他是一个学生 而这个从属的句子 代替的是原来的实义 什么东西啊 宾语吧 所以这个句子 整个一句子 是不是都 那我的宾语 我们起一个名字 叫宾语从句 做宾语的 从属的句子 所以这就是宾语从句了 i know that he is a student 如果认为你宾语从句 老师宾语从事实 从爱到结束吗 当然不是 事实从哪开始来了 事实从那连词开始吧 连词长得很有特点 不是dart就是witch 不是witch就是what 不是what就是是否wither 长得比较kawaii 你先找连词 把它扩起来 到那个结束 这叫整个一坨做no的宾语 我们广它叫宾语从句 老师的i know叫什么呀 它叫做主要的句子呗 别看短 但主句在这儿呢 老师说i 到这个student那叫什么 难道叫句子 你太笼统了 我还叫英文的同学吧 叫做有主句 有从句 复合到一起的 主从复合句 这就是语法上的基本概念了 所以我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 避遇从句 你注意 我说的是从dart开始 这个句子 我说避遇从句的实态 什么实态呢 是这个从句中 它有什么实态 避遇从句的语系用那个 是它的 避遇从句选连词 选这个 是从句 能明白的意思吧 所以到考试中 或者在阅读中 你就看那个 远比它复杂的句子 那你怎么能够 分音句子成分啊 你就学我 先找到的连词 dart 把它扩起来 然后看 dart左边什么词 集物动词吧 按理说动词 应该都加避遇吧 那现在它加了一个 大的句子 这就叫避遇从句 所以当你看到 连词左边是个动词 基本后面 就都是避遇从句了 那咱们再造个例子 I remember you 谁是避遇啊 你是避遇 一个名词作避 现在我要一个句子 我想造的是 我记得 你昨天来过 所以我要说 I remember 好 然后你昨天来过这个句子 昨天来啊 那就是you came yesterday 好 接下来 不能把俩怼一块 我也是句子 你也是句子 但是 我是跟班 所以加一些呀 dart 而dart的句子 扩起来 同学们 大家可以看看 看左边是remember吧 是个集物动词 左边的动词 做remember的避语 这就是避遇从句 叫做 I remember dart you came yesterday 谁是避避从句啊 这儿 没有问题吧 谁是主句啊 I remember 整个是什么呀 复合句 从句用什么试态呢 这儿吧 过去是 主句用什么试态呢 现在是 没有从头啊 我现在还记着 你昨天来 来是昨天发生的 但记着我现在记起来啊 那同学们 好继续 He noticed a fly 什么叫fly SV老师不是 也是一种开的昆虫 叫做苍蝇 他 noticed 注意到的一个苍蝇 选择别语 a fly 现在我不想说 注意的一小东西 我注意一个句子吧 他注意到 一只苍蝇正在飞 好试试啊 He noticed 立马加一个 这是一个成熟句吧 一只苍蝇正在飞 所以为了显示 我加一个句子 应该加一个 that吧 于是我写出来了 He noticed that a fly was flying 他注意到 一只苍蝇 当时正飞着呢 那这就是 并蝇从句的基本概念 它的结构就是 一个极物动词 后面加一个 dat 再加 主位 兵的顺序 一个陈述句 这就是并蝇从句的结构了 那同学们 如果你真明白 假明白 那么在考试中 他经常问你 并蝇从句的实态 也就是老师 这个老师 用came you were flying 用ese 有没有讲究呢 有一点点的讲究 并蝇从句的实态 受到前面主句的制约 它会跟主句的实态 进行相应的变化 记不住就学我 记个口诀吧 我们知道几个字啊 叫 主线从任意 主过从必过 十字真言 什么意思 啥叫 主线从任意 在第一重句中 如果主句是现在的实态 比如一般现在 现在进行 反正现在实态 重句用任意的相应实态 你随便用 只要相应就可以 什么意思 看那句话 she says she leaves a message on his desk tomorrow 他说啊 他会留一个口信 在桌子上 明天 在这男子桌子上 首先拿到这要题 怎么去做 先找到莲慈 提起主干 莲慈在哪呢 大字吧 扩起来 到这结束吧 主句水落石出 他说 什么从句啊 大字们说 本来是she says something 现在大字从句 冰从吧 好 接下来 冰从一个实态 主线从任意 看主线实态 什么实态 size 一般现在实 这叫主线 从 也就是从句的动词的实态 任意 相应的实态 十六个实态都可以用 但哪个更好呢 有tomorrow 所以你要 将来实 答案出现 叫做 she says 他说 他将留个口信 在桌子上 明天 继续 I see that they hung the picture on the wall Now 什么叫hung 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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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找谁 莲词吧 扩起来 第二步 看看莲词 左面这词 c是个动词 动词应该缺什么语啊 闭语吧 这就是闭语从句了吧 第三同学们 主句是什么实态 现在实态 主线从任意 不过 哪个实态最好呢 Now 他们此时此刻 正挂那话呢 所以答案是 they are hung the picture on the wall Now 就出来了 这叫主线 现在实 从去可以选 任意的 但是是相应的实态 看那个实态 最好呗 那同样 I think 我认为 but my brother 昨天没有准事到学校 好那同学们 第一步过去来 第二步看 左面是个动词 必须从去 第三步 主线 从任意 我认为 我哥哥 昨天没有准事到学校 哪个实态更好 有yesterday吧 所以任意 那在一般过去时 那就是 my brother didn't arrive at school yesterday 好那同学们 我们继续来看 那老师 万一主句是过去时了 怎么办 那你还记得 后五个字吗 我们叫 主过 从必过 如果主句过去时 从去要用相应的过去实态 英文中有四大过去时 一般过去 过去进行 这我们第一阶段的内容 还有过去的之前的过去完成 以及过去之后的过去将来 这四个都可以用 看哪个最好啊 那同学们来看第一个 P3 他说 好把同学化出来 他说什么呢 他 在他周围 留一口信 第二天 好那同学们 首先 主过 从 B过 所以只能从这四个时态里选 你能告诉我 A 你过 B 过完 C 过一经时 D 过一经时 哪更好吗 那就比一比 你看这说 是过去时吧 留口信 问他 说和留口信 什么关系 先说先留口信 还是同时的 他说 他第二天留 今天说 第二天才留吧 说是 Sed 一般过去时 下面的留口信 在过去之后 过去之后用 过将 过去之前用 过完 过去同时 用一个过去进行诗 所以答案是 She would leave a message on his table the next day 好继续 I saw the day 好的同学们 我们继续过起来 我看见 他们挂的画 在墙上 昨天七点钟的时候 那同学们 你用过去 哪个时态呢 还记着过去 经时的基本定义吗 表示过去的 某一个具体时间 或者某一个具体时段 动作正在进行 我们发现 当时正做这某事 不能忘 忘的话 重新看 一到二十四刻 那同学们 叫做 I saw the day were humming 他们当时啊 在七点钟的那一刻 正往墙上 挂这画呢 这不就是 过去经时 最佳现象吗 好继续 I thought thought的原因 是谁啊 think吧 我认为 认为什么 我的哥哥 昨天 没有准时到笑 好 那么同学们 主过 从必过 用哪个过 最好跟他比 我认为 我哥哥 昨天 没有准时到笑 请问是 先认为 先没到啊 这个有点乱啊 我认为我哥哥 昨天没准 你先这么认为 还是他先没到啊 应该是先没到吧 比如昨天 其中没到 所以我才会 我认为他没到啊 这种 能明白吧 所以同学们 你看啊 没到 在认为之前 认为都是过去时了 在过去时之前 发生了哦 过去的过去 我们叫过去完成时 hadn't arrived 好 答案是 I thought that my brother hadn't arrived at school on time yesterday 我认为啊 我哥哥在那 我认为之前 没有按时到笑 那同学们 但是 有一个东西 不受主句的制约 当从句是什么的时候呢 注意四个字 真 记下来 真理格言 现在时 当从句是一个 永恒的真理 或者是一句 明年明年的时候 主句不管现在过去 从句永恒一般 现在时 比如 The teacher said 说 就算老师是 一百年前说的 但他说的道理是 The earth is wrong 地球是圆的 因为现在地球是圆的 明年也圆的 我们死了 它还是圆的 所以这时候 可以不受主句的制约 或者 继续玩 或者什么呢 比如说 He said that light travels much faster than sun 他以前说 光比声音传播的快 这是个真理 当然用的一般现代识 或者我说 I said that 看啊 写这么一句话 Nist 东边 都好 West 西边 都好 Home is best 既然也用一般现代识 这是英文的谚语 就跟咱们中文那种 书下路 齐美景 虚雅外 互作舟 过去说 现在说 它都是现代识 Nist West Home is best 直语啊 东边 西边 家最好 中文怎么翻译啊 金窝 鸥窝 不如自己的狗窝 草窝 但我觉得 我翻译得更好 我以前说啊 东奔 西跑 家是最好 这就是一般 现在识了 那同学我们来看一看 这句话怎么说的 很多人们假装 主题现在是从人意 当然后面他说的一个道理啊 假装什么呢 本来说很多人假装病了 pretend illness 假装睡觉 假装死了 pretend death 都加个名词 现在这个句子在一个集物动词 假装后面做他的 宾语从句 假装什么呢 加一个DOT 引导宾语从句 一旦说DOT DOT没有任何意思 你就不用翻译 只是DOT告诉你 后面将出现一个完整的陈述句 假装他们懂现代艺术 必须有这个DOT 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They always tell you what the picture is about 他们总是告诉你 一个话是关于什么东西 这句话又很奇怪了 我又看到一个不是DOT 又看到一个what的词 然后好像也加了一句子 以前说what叫特殊疑问词 what are you doing 等于问号 这里居然加句号啊 这就是宾语从句的第二组连词了 刚才加DOT 我说DOT我们加陈述句 那接下来我们会见到一些 WH开头的特殊疑问句 再继续琢磨 I don't know him 我不认识他 谁是逼语 他是逼语 现在我想用一个句子来做他的逼语从句 我想说我不知道他是谁 同样I don't know 还是我不知道 他是谁是一个句子来做no的语语来取代him 那就是谁怎么说呀 who他是谁 第一种答案 he is who 我觉得特服过中国词咯 I don't know he is who I don't know he is who 我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你应该知道英文是这么讲的 who叫廉词跟大语一样 他是用来连接另外一个句子的 搁在这的后面没句子了 他不能放在这 他只能放在句首 也就是放在第二个句子的前面 所以说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他是谁 你想就像你是谁 因为不是说you are who 肯定是who are you吧 你在哪儿you are where where are you吧 所以于是我写出来了 第二种叫做I don't know who is he 我不知道他是谁 你看这个对吗 注意也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从句 编语从句 代替的是原来一个编语 是个名词 它只是个名词 一个名词 它怎么会有疑问的语调呢 所以记住 所有的背语从句都用陈述的语续 什么叫陈述语续 who is he 明显是问句 你说白对 先出名词 再出动词 我叫做 I don't know who he is 就只剩下语答案了 那么同学们拿到这个句子 注意以后会发现 不光大词连词了 大词第一组 第二组就是所有wh开头的 比如谁叫who 什么怎么说呀 what 哪儿怎么说呀 where 什么时候呢 when 为什么呢 why 还有那h是怎样 how 原来他们也可以引导 编语从句 记住 加 疑问语续 陈述语续 不能用疑问语续 比如咱们一起来 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怎么说 一起写 I don't know 他喜欢什么 应该先写什么吧 连词 what 他喜欢 先出名词 再出动词 不许说what does he like 那应该怎么说 what he likes 不就写完了吗 I don't know what he likes 再说按照中文 我不知道 他喜欢什么 I don't know what he likes 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千万别写成疑问语 I don't know what does he like 那真诚特殊一文句了 好继续 我不知道他住哪里 咱们一起写啊 I don't know 哪里 他住哪里 哪里怎么说 where 很好 哪 他住 先出 他再出 住 住语加位 就叫陈述语续 叫where he 住 leaves 不就完了吗 好 I don't know where does he leave 可以这样写吗 哪错了 这叫疑问一续 你先出了个主动词 再出名词 will he leave 这是对的 这是错的 好 我们再来一个特殊语问词 我不知道他昨天怎么来的 怎么 how 还是 I don't know 他怎么来的 how 他来 先出他 再出来 how he comes yes yesterday 写完了吗 那我们再来检查 检查哪个问题 拿到他以后 看到廉词先扩起来 这就是什么从去啊 廉词所里闹 逼于从去 那么同学们 逼于从去的时态 还记得了几个字吗 主线 从任意 主过 从必过 主什么 线 从任意的 相应时态 不过哪个很好 昨天 你才怎么变啊 你得用k 你能明白这意思吧 时态也得对啊 I don't know how he came yesterday 我也不知道 他明天将怎么来 是坐公交车 还是坐地铁 I don't know how he will come tomorrow 好继续 再来一个 我不知道他昨天 为啥生气 注意 昨天啊 你也写 我也写 I don't know 为什么 为什么 先写连词 why 然后他生气 先写主语 he 昨天 was 生气 angry yesterday 也没多呢 I don't know why he was hungry yesterday 好 那同学们继续 我不知道 你喜欢 哪一本书 好继续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哪一个 哪一个 我在说哪个 which 书 book 他 你喜欢 you like 不就完了吗 I don't know which book you like 一定点点啊 因为你这是一个 宾语 从句 说白了 相对 I don't know a book 那种感觉一样 它不是问句 这叫从句 现在看到的是 廉词 不叫特殊 一本词 好 那同学们来看 这句话就出来了 They always tell you 他们总是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呀 宾语 从句 什么东西 足以再出问 一个话 是关于什么的 他们总告诉你啊 话是关于什么 这话是关于歌颂了什么呀 弘扬了什么呀 就所谓的评论家 对吧 当然很多话 并不是关于任何东西 这没有什么 瞎话的 你非诺证的主题 叫他们读语文阅读 读完老说 作者这个文章 弘扬了什么 结果作者都不知道 弘扬了什么 咱们还得编 挺无聊的 那同学们 They are just pretty tight 他们就极其是一些 漂亮的图案而已 当时话也没想要歌颂什么精神吗 那接下来 往下一段走 那么下一段出现的时候 有 我给你看了 两行半 那么你能找到这里隐藏的一个从句 你能迅速找到从句在哪吗 怎么找啊 就这样的连词 不是大 就是WH开头的 就这两种 连词长得很可爱意啊 所以暂停一下 你先把连词给我找到 你看这短短两行半 有几个从句 一个连词 后面引导一个从句 有两连词就两个从句 十个连词不就是十个从句吗 好 冷静冷静 先想一想吧